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0月16日星期三 首先呢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香港民阵的发起人 或者召集人 他叫陈子杰 他在昨天呢 就是香港的16号 在香港的街头 被打了 打得好像还蛮严重的 从图片上来看 他就是在那儿躺着 然后一只手还跟着支着 很显然他就跟着摆那姿势 让人家给他照相 但是呢 他确实是打得挺严重的 他脸上啊 肩上啊 手上啊 胳膊上啊 还有地上啊 都有血 好像是头被人打破了 看了这个照片以后呢 我真的是 没有一丝丝同情 没有一丝丝同情 我就感觉是大快人心 他现在呢 已经送到了医院去了 送医院之前 他是清醒的 我刚才说了 看那照片里面 看呢 他那个手是有意识的 跟地上那样支着的 很显然是有意识的 他没有死 也没有昏迷 香港他今年夏天吧 就是挺奇怪的 你看那些暴徒 他们就是打了很多人 你就看他们打的时候 就往死里打那样的 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死掉 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 有时候你经常会看到说 哎有的人他就是他打了一下 哎人家这个人就死掉了 就好像那会儿那个张寇寇 他妈妈对吧 就是被那家那个兄弟 就这一棍子一打下去 然后他就死掉了 但是呢香港今年夏天 他们就打警察 打那些无辜的人 打了很多对不对 没有人死掉 我就想啊 他们这些暴徒 一定是受了训练的 他们可能是训练他们 让他们打的时候 怎么一个打法 然后呢能打得你痛 打得你呢怕 但是呢又不打死你 不是他们就是教这种 说现阶段不要打死人啊 他们就找过这种 不打死人的这种方法和技巧 不定什么时候 他们会发出来一个指令 告诉这些暴徒说 哎你们现在可以打死人 然后他们就会打死人 好再回到这个参次节的这个事情 我看到有报道说 就他们那个民阵那边啊 就散布 说是这是一个寒蝉效应 因为他们星期天 又要组织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 说这是寒蝉效应 然后那些个反对派呢 他们还召开记者会说 跟那儿嚷嚷 说无论你打了谁 无论你打得多么严重 然后我们这五大诉求 是缺一不可的 就跟那儿叫相 好像整个夏天以来 天天的打人的那些 好像不是他们的 还跟那儿振振有词 这就是这只匪类 他们的丑恶嘴脸 他们就是这样 说一套做一套 明明是自己做的事情呢 却去指责别人 他们的意思呢 很显然 什么叫寒蝉效应吗 好像就是说 是政府来安排人 把这个参次节打了 知道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他们好像就觉得 就他们天天这么打 好像别人都是路透 好像别人没有感觉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 是一个老外记者拍的 这个老外记者呢 就实在是受不了 他说你看看 他们天天这么打这么杂 然后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呢 他们就打 然后呢 他们把地铁都砸了 当时呢 就是那街上排着 很多的很常队的人 回不了家 没有交通工具 他就说你这样是破坏 你这就不是主张自由了 这根本就不是freedom好吧 这就是暴力 这是破坏freedom 这是破坏自由 这根本就不是自由 如果是破坏自由 有了自由的话 这个社会 人们就不再有自由了 如果是匪徒暴徒 有了自由 这个社会就没有自由了 这些暴徒 这些反对派们 毛孟静 陈淑庄们 林卓恒们 他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不会引起民愤吗 你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人都不看到你们做的事情吗 连老外记者都hold不住了 出来指责你们 我看到呢 有一个老外一直以来 就是比较支持中国 支持中国政府的 长期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老外 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他那个YouTube的账号叫火锅大王 他一直以来都在抨击那些 造谣诽谤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那些人 当然也包括今年夏天 这些暴徒 因为他是讲英文的 他就吸引了很多的老外观众 我就看到那些老外观众 我就跟那留言 他们就说 这不叫自由 这绝对不叫自由 这叫破坏自由 这绝对不叫民主 这叫破坏民主 会有人认清这事的 人们还是有是非观念的 当大家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 可能会被你们蒙蔽一时 但是并不能永远的蒙蔽啊 现在人们就看清了 好端端的一个香港 被破坏成这样 而且眼瞅着将来还会更差 人们把这笔账寄到谁身上 人们知道根源就是这些暴徒 就是这些反对派 这些政客 人们甚至于都不愿意用政客 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 而是用正棍来称呼他们 陈子杰的这个事情 就说明有的人就坐不住了 有的人就实在是怒不可遏了 有的人就想除磅安良了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恶 实在是太恶了 一天剩是一天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林郑月娥以及警察 太过软弱了 一般的来说呢 人们先会来依赖警察 如果你警察不给力的话 有的时候人们就会亲自上了 陈子杰这个就是 我认为这个绝不是政府 绝不是政府 这就是怒不可遏的民众 我看到有人在说 说打陈子杰的这个 是什么南亚 不是香港人 是南亚的四五个人打的 不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以外的地区 但是不知道是华人啊 还是什么人 但是香港呢 我看到报道 这是正经报道啊 是香港电台的报道 说香港警方呢 抓了两个人 还是几个人啊 至少两个人吧 他们非华人 不是华人 但是呢 他就混在那些暴徒中间 这个反对派还反对这个蒙面法 反对这个禁止蒙面 就是因为你们蒙着面 然后呢 警察抓的这两个人呢 也是蒙着面啊 你蒙起面来的话 说实在的 你是什么人 你就是老外 你蒙起面来 混在香港人中间 你也认不出来谁是谁啊 对不对 说是这两个非华人 不清楚是哪国人 非华人反正 这两个人就混在这个暴徒中间 进行打杂 他们就去跟着去打那个商场 打商场的时候 可能主要是打那个手机店 华为 他们把华为也砸了 华为啊 中国移动啊 那里面有很多手机 那有的手机很值钱啊 对不对 一个手机 一个顶配的手机 那可以直到有五六千港币吧 对不对 然后他们呢 就混在这个暴徒里面 就跟着去打去砸 然后就顺手牵扬 就把那个值钱的就牵走了 这是警方新抓的 这么两个非华人的暴徒 这就是你们蒙面 带来的后果呀 你们不是愿意蒙面吗 那你会蒙面 别人不会蒙面吗 你会打砸 别人不会打砸吗 是不是 你会打别人 别人不会打你吗 这不是很显然的吗 这还用得着政府啊 政府就靠警察就行了 警察就明着打你 明着抓你 还用得着暗的 用不着暗的 打你抓你是明的 那些个议员们 我在这个视频就不说了 我会单独一个视频 跟你说说那些个议员们 我的个天哪 议员们现在又成了匪徒了 成了暴徒了 好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